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812集 煞时间 一股温软的感觉 一下子传递到了秦晨的手臂上 那个 没什么 穆灵 你还是早点带我们去休息之地吧 这一路而来 我们都还没有好好休息呢 秦晨急忙干渴道 秦晨 你这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方木龄啊 忽疑地看了一眼秦晨 先先束手一下子摸了一下她的胸口 轻轻捏了一下 难道是父皇之前出手的时候伤到你 说过你哪儿不舒服一定要和我说 我替你去找我父皇算账 一边说着 方木龄一边摸着秦晨的上半身 检查秦晨的身子 生怕秦晨哪里受了伤了 那个 我没事 秦晨身子一侧 连忙躲开了方木龄的开油 一旁的玲珑神女也一直关注着这里 现状眼中闪过了一丝脚下 她来到秦晨的身边 也是关心的 秦晨 你确定没事 之前那四方少主来找麻烦 你和古战神钻对了一招 先前按由扶主又对你出手进行教导 你可一定要检查清楚 万一身上留下什么暗伤 那可就麻烦了 我玲珑神宗有一门特殊的探知之法 可感知住体内伤势 让我来替你检查一番 说着 玲珑神女也伸手在秦晨的身上检查起来 一道光芒 从玲珑神女手指绽放 缓缓地散溢在了秦晨的身上 秦晨表情僵住 这宇宙海的女人都这么主动的吗 两位两位 男女授受不亲 这样是不是不大好啊 秦晨无语道 此时他也看出来了 这方木灵和玲珑神女 哪是在替自己检查伤势 分明是在调削自己嘛 秦晨 当初在归室密救 你为了救我们 不是也抱了我们吗 我觉得 这并不算是男女授受不亲 更何况你我之间 也经历了同生共死 比起一般的男女 总会有些不一样 你说呢 方木灵目光灼灼地看着秦晨 宛若是有烛火在跃动 此刻月黑风高 天际之上啊 有几轮暗月悬挂 少女的眼睛在这黑夜之中 却是那么的闪亮 像是永远不歇灭的星辰 犹如烈火燃烧 热烈无比 便是在这样的目光之下 忽然之间 整个场面一下子就寂静了下来 风停了 气氛也变得凝固了 秦晨忍不住地看了看前方 此时啊 前方的魔老和李老 好像是哑巴了一样 眼观鼻鼻观心 默默地在前面带路 好似完全不知道身后的动静一样 这可是两尊超脱啊 这个时候却像俩笼子瞎子 除了埋头带路 啥也不会了 秦晨叹了一口气 他低着头 看着少女的眼睛 那闪亮的眼睛像是扑火的飞蛾 那么的璀璨 那么的耀眼 又是那么的纯洁 那火热的情绪 让秦晨怎么不明白少女的内心呢 但是 这种情况之下 秦晨又怎么能去接呢 他笑了笑 只是摸了摸方木灵的头 像是宠溺地摸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时候 我是为了救你们 和现在又怎么能一样呢 闻言 少女的眼神 忽然间暗大了下来 一瞬间就像是失去了神采 玲珑神女也看到了 方木灵暗淡下来的眼神 急忙上前 挽住了方木灵的手 木灵妹妹 你卖油府好大呀 比起我玲珑神宗 大了不知多少 还有多久才能到住的地方 快了 快了 前面就到了 就在这时 前方的李老突然开口道 果然 片刻之后 众人便来到了一处奢华的建筑间 这是一座小阁楼 趋近通幽 秦少侠 今晚 您和玲珑神女就住这阁楼中吧 明儿一早啊 我就来带你和小姐一同去暗幽之地 李老轻声说道 那就有劳李老了 秦臣拱了拱手 小姐 咱们回去吧 李老对着方木灵导 李老 就不用那么麻烦 你和某老先回去 今晚我也住这好了 明天你正好来接我们两个 方木灵突然道 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小姐 您 今晚要住这儿啊 对啊 你看玲珑姐姐 好不容易来安幽府一趟 我总能让她一个人孤单住在这儿 玲珑姐姐 你说是吧 对 玲珑神女 看了一眼方木灵 笑着点点头 可是 李老看了一眼秦臣 又看了看方木灵 有些欲言又止 秦臣也是有些头大 这什么情况 不过她和玲珑神女两个住在一个阁楼里 也不是很方便 这孤男寡女的 好了 李老 你就别说了 赶紧回去吧 说着 方木灵 直接拉着秦臣和玲珑神女 进了阁楼中 将阁楼的门给关了起来 这 门口只剩下了 魔老和李老 在这里面面相聚 算了 回去吧 魔老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哎 李老看了一眼阁楼啊 也是叹了口气 摇头转身离开 此时 四方少主的进宫之中 古战神尊和四方少主 也已然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四方 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不容小觑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父亲 古战神尊对着四方少主沉声道 告诉父亲 古战师说 没必要吧 四方少主一正 古战神尊眼神凝重 此方你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古战神尊来回躲步 那秦晨不简单 之前在我的古战之气攻击下 居然能毫发无伤 身形更是稳弱磐石 而且你也看到了 面对我 此人完全没有惧怕的意思 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 代表了什么 代表此人根本不惧怕我 甚至代表此人有信心 能在我的攻击下存活下来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有李老在现场 所以他才有恃无恐 但是 若他真的对自身有信心 那就麻烦了 古战神尊呢 眯着眼睛 眼神凝重 你也是盖世天骄 所以你应该明白 一名能和超脱交锋的盖世天骄 究竟代表了什么 足以引发整个南十三星域的轰动 闻言 四方少主啊 脸色渐渐地难看了起来 他自然明白了这代表了什么 他四方也是暗幽府的顶级天骄 在南十三星域也算是有一些名头的 但是也只能是算是有一些名头而已 毕竟他的攻击堪比超脱强者 也只是堪比 一旦真正和超脱交锋 他最多是抵挡住几招就不行了 更不用说是生死之战了 可一旦出现一尊能和超脱交锋的天骄 那就不是有些名头那么简单了 将会瞬间轰动整个南十三星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